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Sikiyaki United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开箱的是来自国牌Nightmare的赛人系列 而我今天穿的呢,衬衫是来自2S 是这样一个,就是袖子很大 有很多松紧带,然后领子这一圈 有一个非常瞩目的这个Ruffle领的这样一件衬衫 而马甲和裙子都是来自JS洋装贩售的圣诞协奏曲系列 这个假发是Homé的格雷特 嗯,很短,很俏皮,颜色也很有意思 然后搭配的帽子呢是来自Victoria MaidenVM的一顶 蓝色的小礼帽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包裹 这个快递袋子已经被我剪开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剪就把它剪开了 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没有看 也是一个黑色的,黑色的纸盒盒子 然后上面也是亦有这个Nightmare的这个官方logo 嗯,那我们来打开它看一下 哦,对了,人台小姐 今天她穿的同样是来自Nightmare的黑死病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件小裙子 之前在那个万圣节黑色lookbook里面也穿着它出现过 好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款新品 会是什么样子吧 好,一开一打开 就是一个非常酷炫,口号中二 这这样一个logo 是一个白色购物袋 这个样子 蛮好看的 因为它的logo下面还有淘宝的店铺地址 然后除此之外 哦,厉害 这是一个,首先背后是一个售后服务卡 然后正面这个是一份手写 然后印刷出来的这样一个给顾客的感谢信 对,这个的话我见过IW好像也是 Triple Fortune,我不记得了 好像是IW我比较确定 但是会有一个手写 哦,不对,H-Nautal 是哪个牌子啊 反正日牌里面有一个牌子你买的时候 它一定会给你一封 好像是H-Nautal 对,会有一封这个设计师手写信的扫描板是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说 亲爱的顾客 非常感谢您购入Nightmare独立设计洋装 希望这件裙子能够为您的美丽增添一份光彩 为了使商品能够更长久的陪伴你 以下是一些保养提示 请勿用洗击水洗 尽量干洗或低温轻柔水洗 请悬挂亮干请低温熨烫 彩色面料首次下水洗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肤色属正常现象 再次对您的青睐表示感谢 并祝您越来越美丽 Nightmare Official 下面还有一个网店包邮优惠活动 就是在即日起三个月内 在微博发report 并且atrolita装扮的话 可以私信给Nightmare Official的这个官博 然后会赠送一次包邮 但是这个等会儿等会儿 尽量干洗或者低温轻柔水洗 洗的话其实我一般雪仿洋装都是 放洗衣袋然后放这个洗衣机里的 但是他既然说了不要不要积洗 那就我们就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就是裙子 这个很漂亮的红色 哇哎这红色蛮好看的 这样一包 是一个就是很浓郁的酒红色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红色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你看我的男神是吧 我的男神们现在都是红色 都是这种很浓郁的酒红色感觉 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样一件 哇长款还蛮长的 这样一件小裙子 然后第一点注意到的是他胸前 是使用了一个带金色点点 金色闪片的黑纱 做了一个胸前 这个有一点像内衣的这个上半身 然后旁边是一个 哦这是可拆卸的 哦这个不错 是一个就是那种搭在肩膀这里 的一个蕾丝 叫什么搭肩 什么化肩 不知道 但是可以拆卸 这也比较方便 嗯然后上身的话是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三片式剪裁 反正中间这一片 是带印花的 然后旁边这两片的话 就是底部的这个背景 然后腰上的话 也是有这么一圈 长的黑色蕾丝 蕾丝质感还可以 然后裙摆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哇 我觉得这个印花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印花的感觉就是 这个线条感觉很温婉 就像是那种 有点像铅笔勾出来 但是又很干净 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一上面是 这是什么 嗯 这上面写的什么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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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体字实在是太难认了是吧 我找了别的 我看看 哼 肯定不是nightmare 这写的是什么 我猜是德语但是 原来每一幅画的中间都是一个帆船 而且是帆船正中间这样向你使去的这样一个角度 这还是不太常见的一个绘画角度 然后旁边的话是一个 这是一个废弃的沉船 正好最近加勒比海盗电影也是上了 还别说还挺合适的 有什么声音 腰带 腰带上面这个底端也是有两个这个珍珠的挂坠 对 嗯 转过来还有 哎呀又有 转过来的话这边是这个沙滩上面有这个巨大的骷髅 嗯 感觉真的很像加勒比海盗 其实蛮像近几步啊 三步还是近几步 里面那个沙滩然后上面有骷髅头的感觉 然后裙摆底下的话也是一有这么一圈 这个是个花形状的边 然后底下是一个黑色内衬 加上两个有点光泽感的布料打的褶罩 好的 哦 接下来 让我们上身试穿这一件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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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 嗯 然后 我们一下子 这是一个 嗯